就是这种状况,比如一、二、三或者一堆工作表 你希望很快的一键就可以把它全部合并在后面的总表的话 那其实可以运用刚刚那个范本 其实就可以了,你会发现 那有哪一些可以用?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切到Vido Basic 那这边的话,第一个一样先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重新再做过 那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把刚刚的程式怎么样 其实基本上和平工作表,这个Sharp 你可以把它整个复制 切到它现在这个 我是这个问题04的这个专案的模组里面 那名称也许,就取样也可以 因为不影响,OK 因为是放不同的专案里面 那再来的话,基本上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你会发现 第一行,它是把第二工作表抠过来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所以特别主要 那个栏位名称不需要call 除非说栏位名称没有 那你这一行就要留 那如果没有,那这一行就可以把它删掉 再来的话呢 R2指的是 总表里面呢,你要贴过来的那个开头的位置是2 是,如果刚好是2的话,那R这一行就不用改 那接下来的话,这一行 ForIA等于第二到第四的话 指的是第几个工作表 那因为我们刚刚是第二个到第四个 可是这里的话,刚好是第一个到第三个 所以特别主要,这个顺序可能要改一下 其实这边的话,应该基本上不难 你可以把ForIA等于1到3,这样都OK了 好,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底下一不一样 向下追踪到的列R1 OK,所以它会向下追踪 Ctrl向下,30 然后,不过这一题刚好每个好像我记得都是30 那当然这一题其实是可以再修正一下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什么,1月应该是31天才对 2月的话可能就是28天 不同,这样感觉会 3月的话可能就是再增加一个31 就是每个月份的日数不一样才有感觉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做 就可以分别把它合并过来 合并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样 因为你要把哪一个工作表 第一个工作表的A2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call他的A2 A2到哪里?到1 刚好也是五个栏位 1的最下面一列位 所以这个范围呢 意思是把这个范围 帮我call到第一季的A2 然后call第一个之后再向下追踪 追踪到的位置 然后继续再加1 再把它往下放往下放 那这样不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只要改什么 改第一行把它删掉 另外的话回圈的顺序 把它改成本来2到4 改成1到3 OK 乘4呢 应该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以后有些地方 假如你真的是一下子还没办法完全熟练的话 至少你要懂的 把一些范本把它留下来 至少会改吧 OK 然后就是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你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再把它按 我看主行F8 所以如果你没有没有把握的话 我建议是按了有8 然后call一下 这是不是1月 应该1月 然后2月 call过来 2月的话呢 因为它应该放在底下了 所以在这里底下 OK 然后再来就3月的 所以一样的方法 把NAS3月部分 拣过来3月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这边应该日期部分 应该这边可能要日期应该1月1号 比较完整 我这个这个题目大概知道一下 每一个月份的资料就帮我把它放在第一期 这样都OK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不算很困难 那再来的话可能会比较有困难一点的话 也许大家再试试看另外有一题 也是一样单元04 请各位做一下另外一题 那这一题的难度 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这么说 你把范例104捐款明细打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一样是123一直到12 也就是月份 这每一个月份就有人捐款 那他的捐款的话就会一定会有什么 一个日期谁捐款的 捐款金额多少 然后是团体还是个人 所以他这边会有4个栏位 然后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样的资料 那问题来了就是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1到12月份的所有捐款 来帮我合并成一个总表 放到这边来 帮我列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常遇到这种 就是你可能各个工作表是放的 个别的月份 个别的单位 个别的什么 那你需要快速的把它合并成一个总表 这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这一题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向下追踪的时候 像刚刚这个问题是这个 1月份你Ctrl向下 他会追踪到 因为他资料量很多 所以我向下追踪应该OK 但是你会发现这一题的话 如果你向下追踪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A1 从A1向下追踪 可能会卡在这里 因为他上面是合并 合并储存 合并储存格 不能当成是追踪的 那个起始储存格 所以理论上 我们会从A2开始 那如果说我今天Ctrl向下 那他要移到 那表示说 假设他回来是3的话 表示有一笔资料 不过可能会有种情况 如果这个月 假如没有人捐款的话 没有人捐款会怎么样 如果你Ctrl向下 理论上应该他会有个状况 可能像有时候 之前删除会什么 删除理论上 应该是他会 他会跑到最下面一个处存 不过现在这里面他 OK 也类似像这样子 会直接跳到最下面 那这个时候当然 你就可能要做一些 比较多重的判断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那个单元 这个问题零四 先试着拔合并看看 其实基本上 刚刚那个会的话 这个应该会 只是说延伸的这一题 可能就是会稍微复杂一点 画面先还给各位